一大早就在校门口迎接学生 进入校园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慈激国际学校的老师 也深入课堂观摩教学状况 用心陪伴和融入慈激教育 这个校园每一个花草树木 都是很用心的 都能够无声地去说法 我觉得说这个我也很希望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禁教 这样的一种力量带回去 这一趟来到花莲慈大附中 也了解如何设计课程 达到在校内推动人文教育的目标 剪除疆黄的须根 就像剪断自己的习气和烦恼 回到心灵故乡 尽死惊涉 身心跟着安定 也希望把这一股清静的力量 带回吉隆坡 我们觉得我们责无旁贷地 去陪伴这所学校的校长 这所学校的老师 让他们懂得用身教 言教 然后依循慈激教育的一个原理 那么把这样的理想实践出来 慈激学校其实能够培养自律 自爱 有一颗慈悲心 能够利益众生的人才 因此也希望能够跨足国际 在未来真正达到 进化人心 祥和社会 大家新闻真山美极工业 草庆 华联报导